联氧疫苗第二期临床实验第一阶段的受试者 今天是来到了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进行疫苗接种 好消息 国产疫苗加紧实验脚步 26号当天有76名受试者施打完第一剂疫苗 让国人好期待 会有信心啊 怕会有一些副作用或是什么问题啊 对于国产疫苗民众看法不同 而联氧疫苗第二期临床实验 渴望在3月中下旬受试者全打完第一剂 间隔28天后大约在4月下旬施打第二剂 预计最快6月就能出现具有抗体的受试者 并且将报告提交给食药署 根据我们第一期的经验来讲 我们的包括它的副作用 以我们之前的经验没有任何一个发烧的 另外联氧疫苗如果6月取得紧急授权 7月就能供应产能2000到3000万剂 到年底甚至能达到1亿剂 联雅指出由于国内并非疫情区 将前往国外做第三期临床试验取得药诊 至于台湾如果一切顺利 民众在7月就能施打国产疫苗 记者韩志欣王百英台中采访报导